之前有小伙伴说没有烤箱 然后也想做一些简单的小甜品 可以试试这个迷你毛巾卷 它这个大小真的刚好一口一个 超级方便 先来做一份原味的千层皮 四颗鸡蛋敲出来 加一勺半的糖 六勺低筋面粉 然后先给它们搅匀 这个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千层面糊 现做现煎超级的方便 然后煎出来的那个饼皮薄厚也是适中的 非常适合新手操作 然后我们再把两盒牛奶加进去 当量充分搅匀之后 再加一勺半融化成液体的黄油 给它一起混匀 这个原味的千层面糊就做好了 可以给它过筛一遍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原味的基础上 再来做几种其他口味的 又下雨的又下雨 我发现下雨的时候就没有茶美面 草莓口味 用一勺千层面糊 把这个草莓粉搅匀 再加五勺千层面糊 给它继续搅匀 抹茶口味呢 就是先用一点热水 把抹茶粉搅匀 到像这样没有颗粒的状态 再加六勺千层面糊 给它一起混匀 巧克力口味呢 可以用少许的热油 把可可粉搅匀 再加千层面糊一起混匀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四种口味的千层面糊 然后我们来煎皮 最需要耐心的一个步骤 用手放在这个锅子上方 能感觉到有温度 就是预约好了 然后这个火调碎小火 这个面糊给它充分地摇匀 面糊要一次性捣够哈 尽量不要去夹 再这样转一圈 多余地捣回来 这样就是一张薄而均匀的饼皮了 继续小火给它煎熟 等在这个饼皮上面 都布满了这种小气泡 然后再继续小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